看他的一些 corrolaries啊 他的盈利啊 这就是 推论啊 实际上可以翻译成盈利 当然可以啊 然后it is a demand 这是一个要求 就是说that can quite just a feeable be made of transdental inquiry 就是说 可以正当的啊 把它做成是一个鲜艳的一个探索 可以有一个要求 非常正当的啊 让这个变成一个鲜艳的一个探索 就是什么变成一个鲜艳的探索 就是说应当去解释 为什么物质必须必然的被直观成是在三个维度上是延展的啊 为什么它有一个三维广延 你说为什么有空间性的of which as far as we know啊 对于这么一个问题 如我们所知的没有解释被给出来 并没有任何尝试 其境位置并没有被任何尝试被给出来 这谢灵非常 呃非常聪明啊 就这种问题 为什么空间化 本体啊 这个或者说这个宇宙实体的空间化啊 或者本体论里面的空间性架构 它是三维的 没有人给出过解释 那么我们因此呢 DIMM it necessary to append here 我们认定啊 DIMM在这里也是 认定认为 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去 在这里增补一个对于三维物质的三维性的演绎啊 它是直接的建构在一个三种基本的力的 会有三种three basic forces 三种基本力 这个三种基本力呢 是appertain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啊 of这个 matter partain就是就是属于了啊 partain就是从属于它的 就这个词嘛 这前面这个A 给它双写 复属于 英国里面有个现象啊 一个动词前面那个第一个负词啊 第一个辅音字母给它双写前面再加个A 它就变成把这个语 语气跟强调一下 跟强调一下 其实就partain就可以了啊 partain就和什么什么相关 就是属于什么什么 partain就可以了 非常不 不是说 比如说 他不是说 assure 把S双写一下 加前面一个A啊 很多都有这个东西 那么 根据啊 上面已经详细给出了这个研究 三个阶段必须在物质的构造当中被区分出来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 在其中啊 两个对的力被思维成啊 怎么样 它在一个力 并且在同一个点上 在在同一个点上啊 得到了一个统一 united in one and the same point 就在那个 同一个点上都在统一啊 那么这种扩展性的力呢 将能够去啊 从这个点啊 以各个方向啊 一个方向向外去施加作用 in all directions 全向的 所以这个扩展性的力是个全向的 尽管呢 啊 这么一种力呢 它将会被区分出来 仅仅仅是通过另外一个对立性的 你能够把这个 这个力给它区分出来 仅仅是通过那个对立性的那个力 另外一个对立的力才能区分出来 这个力呢 只提供一个limiting point 它仅仅提供一个限定性的点 它的作用只是提供了个限定性的点 那么 所谓提供限定性的点 就是 就是对它施加一个收缩嘛 施加一个反作用 施加一个收缩 那收缩的 它两者交锋的那个点 就是那个限定性的点 并且因此呢 它同样是给出一个方向的一个点 also the point of direction 给出了方向的一个点啊 方向的一个点 它让这个点有方向 方向点其实不是C那个点啊 是那个 A那个点 A是point of direction A是那个方向点 它确定CA这个方向 它给出了A这个点 A这个点哪里来的 A这个点就是一个 收缩性的力量嘛 A这个点就是一个收缩性的力量 就是你到这里你要回头 你到这里你要回头 你要让你回头 那么它就有A这个点 然后他说 但是呢 这一些方向呢 they are not to be 不要把他们搞混了 也就是说 with dimensions 不要把这些方向和维度搞混了 这里提到的这个方向 是本体论发生学里面的那个 发生性的力量 和它就是压抑住 收缩住 维持住的那个力量 不是维度 不是物体存在的维度 因为一条线啊 无论它以哪个方向被画出来 它总是 always has but one dimension 它总是只有一个 一个维度 也就是说 只有长度这一个维度 所以你不要把它搞混出来 它这个东西 这些方向 它只有一个维度 你如果说它有维度的话 它只有一个维度 你不能说也有好几个方向 所以它有好几个维度 它就说这些如果说 我们在这里把握 它的这种关系的话 我们还只有一个维度 没有什么什么多个维度 也就是说 那说另外一方面 它这些东西根本也不是维度 意义上的东西啊 然后这种否定性的这个力呢 它会给予一种 intrically 它会 对啊 它会在那个内柄的 固有的 无向的 没有方向可言的 扩展性的力上面 施加一个 给它一个 确定的一个方向 但是呢 现在呢 它已经被证明了 这一点已经被证明 就是这么一个否定性的这个力 并不是间接的施加 并不间接其作用 而是直接的其作用的 直接的在那个限定点上 其作用的 啊 limiting point 限定点上其作用的 让我们假设一下 因此让我们假设一下 那么从点c呢 它作为一个 两个力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来源 它是两个力的共同来源 the negative 就是你可以把理解成是 那个 ac这个力 是它的施加点是c 是在c这边吸着的那个回来 要把那个吸回来 把那个a给它吸回来 所以它是个distant 它是个distant的一个力啊 distant的一个力 你就你可以说那个 ac那个力啊 我们刚刚画的那个ac那个力 它实际上是 它那个解释 我现在明白 什么叫做 它是没有 它实际上 它这个距离对它来说 是不实存的 那个解释 2啊 我这里画了个 上面一个解释 下面一个解释 这两个解释都错的 应该是这个意思 ac那个力 它实际上 实际上它的施加点是c 它同样的一个施加点 ca那个力 施加点是 也是c嘛 ca那个力 施加点 我看的是同一个a吧 ca那个力 往外面扩张那个力 施加点是c ac这个力的 它的那个施加点 施力点 也是c啊 也是c 所以对它来说 没有距离可言 这个距离不存在 因为它就是不停的 把东西往这里吸 它没有距离可言 它恰好 为什么会有这个边界 恰好它 这两个力 在这个点上 达到了一个均衡 达到了一个平衡 所以这个距离来说 对于 也就是说 那个 那个ac那个力 不是不要写成ac 你就说 所以它叫做 far and wide 我现在明白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力 叫做far and wide 它这个far and wide 的意思就是 ac这个力 它不是这一张 ac那个力是 就是 所有的那个点 到c 所有那个点 就是c这个点上 会吸其他所有的 所有的点 他这个点也会被他吸 这个点也会被他吸 他这个点的 这个力的湿力点 就是一个向c力 就是个向这个 向c的一个力 就是 它这个湿力点 就在c上面 它把所有东西 往这里面来进行吸 来进行 它湿力点就是c 就是要把那个 给它吸回来 湿力点就是c attraction 所以它是far and wide 它是一个远距的 distant的一个 然后啊 是个就是远距的一个 摇距的摇孔 就是 就是它是一个 远距作用力 然后另外一方面 它又是一个wide 它是一圈 所有的这个方向 都会受到它的吸引 这样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谢灵 他说 ac这个力和ca这两个力 它都是同一个力 它都是同一个点上的一个力 但是它方向截然相反 方向截然相反 但是在这里 其实就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 那你这样搞的话 岂不是 这个ac的方向性 其实也是 它是无向性的 你说它给 给到一个方向性 好吧 它就是把c本身 设立为一个方向 它把c本身 这个点设立一个回向 就是 一到多 就是在线里面 一到多 是无向的 但是多到一就是他妈有向的 就是有向的 而我们实际上要把握的是一到一 那他说一到一也是啊 你这个一到多和一 多到一的这两个力之间 它形成了一个边界 形成了一个边界 形成这一圈边界 这个一圈边界 如果给它降阶次 就会看成就是一个一个弧 这个弧就叫A 好了 这一个弧 好了 那这个这个外面 这个一圈 这个多也变成一个有限的了 有限的 只不过他的这个东西的维度 好像比这个维度要高一个维度 这是个点维度 这是个线维度啊 那不管了嘛 反正这反正这个有限的到一个点上面 那就是也是个有向的了 他不是个无限的到一个点上 哎 那就问题就解决掉了啊 那么还对上一讲的一个补充啊 一个补充 the extension force will be able to operate 这边看过了 扩展性的力量将会从外面啊 outdoor向外啊 从这么一点以所权项向外去扩展 然后后者这个力量将只是啊 相反方向 只是只有通过那个相反的那个力 才能被区分出来 然后呢 wish alone 那么这个这个相反那个力 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啊界线点 and hence also the point of direction 也就提供出那个啊点的那个方向 方向点 为它提供了方向点 but these directions are not to be confused 但是这些方向啊 是不是都说过了 dimension length 然后我们这边 the negative force gives 啊这也说过了 but now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the number of the midi but now it has to be confused sumpose the from the as a common source of the negative force operates animited on the limiting point on the line 然后现在让我们假设啊 因此呢 现在让我们假设 就是从这个点C 它作为一个两个例的公共来源啊 那么这个收缩性的力呢 否定性的力呢 它就会直接的啊 对于那个limiting point 施加作用啊 operates 就是他就是从这个C对这个A施加作用 要把A给吸过来嘛 施加这个作用啊 那个线的线的那个AC或者CA这条线的一个受限点啊 limiting point一个极限点啊 施线点它不是个受限点 它是个施线点 施加界线那个点 在这个点上它使得CA被限定了 施线点啊 which limit may to start with still remain wholly indeterminate 但是呢 从哪个界线开始 它还是完全不确定的 接着呢 Ointu is action at a distance 由于它的这个行动啊 它的这个就是有 有这么一段距离之外的这个行动 所以 nosing whatever of the negative force will be encountered up to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C 所以 这么一个否定性的力当中不会有什么东西啊 来自于这个否定性的力将会啊 被遇到up to a certain distance nosing whatever啊 无论什么东西 它 啊 就是说 你一个这里都可以画虚线啊 这个C 这是A 然后这个是一个直线 所以在这当中没有什么 没有 没有东西啊 是 来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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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的 来自这个AC的 来自于这个AC 这个可以用虚线啊 没有东西来自它 在这里面 没有一个环节 nosing whatever of the negative will be encountered up to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C 就是 从 它不会在这个和这个C有一段距离的当中 会遭遇到那个来自AC的那个东西 就是它是一个虚的东西 它就是不停的把这个吸回来 不停把吸回来 也就是说 这个否定性的力量不会在AC的这么中间的无线的这个环节里面设定某个环节 它不是positive的 it's not positive 啊 it's unpositive或者impositive 它不是positive的 啊 这个力 收缩性的力不是positive 它不会在这一段里面设定什么东西 你不会在里面遭遇到什么来自于这个AC这个力的收缩性的力的 the positive force alone being dominated 所以啊 只 所以在AC之间啊 只会有这个设定性的力啊 它是起主导作用的 AC之间 就是 就是C C到A的这个过程中这一段distance之间只有 A啊 只有CA这个设定性的力它是啊 起作用啊 起作用啊 它是dominant 它是主导的 但是呢 会有某个A点发生出来在这条线上面发生出来 一开始是这样的 一开始是这样的啊 他说一开始是这样的 一开始没有A可言的话就是这样的啊 他应该是指的 他应该是指的就是说 就是他前面讲的那种情况还只是说C在往外面跑 C在往外面跑 他还没有到达一个界限的时候 这个 这个反过来这个力啊 并没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力 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力 对于这个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力 他都他都甚至都无法设立一个distance 直到啊直到会有某个A点出来 这个A点出来就相当于他跑出那个力和他那回来那个力达到一个平衡了 相当于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小狗啊 一个小 或者 或者一个动物吧 他被拴在一个柱子上 拴在一个柱子上 他往外面跑跑跑跑跑 在他往外面跑那个绳子还没有被绷紧的时候 他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 直到他跑到那个点 就是点A的时候 跑到那个点 层子被绷紧了 他这个时候才能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个距离 有一个距离 其实应该是这个意思 好吗 啊 就是说当这个点A出现的时候 在这个线上出现的时候 在其中啊 两个力啊 这个肯定性的力 设定性的力 和否定性的力啊 他 他就是 是 Approaching 抵达的啊 这么一种对立的一个方向 Stand in Mutual Equilibrium 就是相互就均衡了 and this point will sus be nice 所以这个点呢 既不是肯定性的 也不是否定性的 而是完全中立的一个点 from this point 从这个点呢 开始呢 the dominance of negative force will increase 从这个点开始 否定性的力将会提高啊 直到 until at some determinate point b it gains the ascendency at which juncture 他还能够进一步往外跑 跑到某一个 b这个点 直到达这个点 在他这个 获得一个 at which juncture at which point 在这个气机上 这个关口上 therefore the negative force alone prevails and the line for that very reason is limited absolutely 谢灵这边又赖皮了吗 他还一个再往外面跑 跑到一个点b哦 你不懂谢灵这个体系真的是 不靠谱啊 他这个意思是说这个柱子上 摔了一条狗 摔了一条狗啊 他跑 这个狗我不知道怎么画呀 不管了 摔了个老鼠摔了个狗了 他跑跑到这个a点 他还可以再往外面跑一点点 这个绳子还可以被他拽的 再往外面拽一点点 跑到b点 跑到b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回来回弹的力 就是绝对起作用了 就绝对起作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 这个东西跑到这里 就是被绝对限制了 it's limited absolutely 被绝对限定了 被决定限制了 还可以在外面跑 你们叫奈皮啊 你妈的前面讲的讲去 也是跑到a那个点 就是说跑到a点这里 就是开始被限制 跑到b点这里 就是绝对被限制 他有个ab这一段了 point a will be the common limit of the two forces a这个点是他们均衡的一个点 是他们抵达均衡的一个点 是他们抵达均衡的一个点 量力抵达均衡的一个点 而这个b这个点 the limiting point of the whole line 是这条线 这条线 或者说ca这条线的一个极限 它顶多变成cb 它的一个极限 ca这条线的极限 就变成cb the three points located on the line just constructed c between which a which and a the positive force is long dominant 这么三个点 在这条线上的三个点 是这样构建的 这三个点 这个c是between which and a the positive force is long dominant 他就说 好了 我们现在就不画了一个东西了 c a b c这个点是这样的 在它和a之间 扩张性的力量是最强的 就是positive force 最强的 然后到a和b之间 and a这个点是the mirror 这个时候是pf等于attractive 或者就是negative等于nf 这个点是相的那个点 这一段是它比较强的 那么到这里呢 and the lastly where only the negative force previous are the same as those that are in fact discriminated in the magnet 这个说这个就是词啊 这就是词 这就是词的关系 然后最后到达b这个点 在这里 nf大于pf 然后到这个b的极限 你可以说这pf nf大大大于 大大大于这个pf 怎么大法他也没怎么说 然后他说这种现象就是词啊 cab实现的这个关系 就是词学关系 magnet 词的关系 词 然后词是第一个关系 词是第一个关系 然后引力赤利的 引力赤利 你不要说这个是个磁铁 这个是两个东西 你放在这里就是 you understand 你就可以看这是个质子 质子 这是个电子 电子在这里的时候 我说我两个两个微观粒子吧 在保持一定距离的时候 他们的赤利是 赤利是赤利是大于引力的 大于引力的 然后把它往外弹 爬上这里的时候引力 如果相互作用力 这是赤利大于引力 就是强相互作用力的 然后引力大于赤利 然后把它弄回来 或者说把它围维持在一个电子 电子轨道上面 维持在一个电子轨道上面 这个时候弱力 弱力大于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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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把它围维持在这边 那么就是这词的现象 Hence without our heaven proposed proposed 因此呢 如果 我们不是故意这样搞的 我们不是故意这样弄的 你这个弊点 难道不是你妈的故意搞的吗 什么两个东西达到均衡 两个东西达到均衡 然后那个东西还能往外面去一点点 好的 那这个潜力怎么来的 他达到这个均衡 按道理 他就是两个拔河的人达到均衡 他应该不能在外面跑一点点的 他为什么这里会有个潜能 可以再往外面 再透支的潜能 可以再往外面跑一点 你的妈不是故意的 就怪了好吧 Hence without our heaven proposed it and along with the first dimension of matter namely lens we have also deduced magnetism 因此呢 我没有故意这样搞 反而是在这个物质的第一个维度 他把这个装置就叫做物质的一维物质 这个ABC的这么一个装置啊 C点到A点一个均衡点 再到B点它的一个极限点 这个ABC就是它的一维物质 一维物质啊 一维外向性 一维外部实在性 一维物质 它物质一开始是一维的啊 一维物质 因为这个东西是 就是自身出离自身啊 自身的生产性直观 出离于自身 就是给出外部 给出外部实在性啊 外部的实在性 这个实在性就是外部的物的内在性啊 外部实在性 你就给出物质了啊 就给出物质化了 物质化 一维物质化过程 一维物质化过程 这个东西就会就就死了 this is magnet magnetism啊 就仅仅是在 仅仅是在长度的这么一个一维物质上面 我们已经演绎出了词的现象 and from this number of important conclusions can not be drawn whose further elaboration can not be represented in this world 那么从这个点呢 会有一系列的重要结论被给出来啊 但是他们进一步的这个缠绵呢 在这里是不会 在这本书里面是不会被给出的 然后呢 it emerges for example from this institutions that 那么从举个例子啊 从这个演义当中 会显现出来 就是说在词的现象当中 我们会看到物质还是 处在构造的第一个维度的啊 we see matter still at the first stage of construction 还处在 这整个自身创造宇宙的第一个阶段 where the two opposing forces are united in one and the same point 啊 因为为什么他是第一处在第一个维度呢 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阶段呢 因为 两个彼此对立的力 他是被 怎么样 被统一在同一个点上的啊 被统一个统一的点 这是很好理解的啊 一个 一个磁体啊 他的力啊 对不对 力应该是这样画的 这样画的 这样画的一个力 他的磁体应该是这样的 那不管了 反正在在谢林看来 你妈的八字 他就指的 他就认为他是 同一个物体上面 既有吸力又有引力啊 同一个物体上面 既有 既有引力又有吃力啊 说错了 既有引力又有吃力 那么这种词现象呢 啊 因此是一个功能啊 或者说是函数 是一个功能 not of any particular matter 不是某种特殊物体的功能 而是一般所有物体都会有这个词现象 这其实说的挺挺 挺 我不知道在这个 就量子场论里面 这个词的发声学 词现象发声学 或者强力强弱力关系的发声学 是不是是在底层的啊 我不太确定啊 I'm not sure about it 但是呢 他是通过这种鲜艳演绎 他是说一维关系当中是最直接的 就会出现这么一种这种结构 不管了 反正是谢灵那个时候自然科学很落后啊 脑子里面都瞎比想 不管了啊 再大概来这个是这个东西是 最底层的啊 第一种啊 物质的 运动学结构啊 according is 然后呢 然后and is such an authentic category of physics 所以他的词 他是物理学的一个 本真的一个范畴啊 本真的一个类啊 本真的一个范畴 一个基本的Authentic 真正的最基本的一个范畴 他对所有东西啊都适用 That's the three points which nature has preserved for us in the magnet while they are obliterated obliterated in other bodies are none other than the three points deduced the appropriate which pertent to the real construction of lens 啊 就是啊 这也是的啊 就是说啊 你这个一个磁现象里面 啊 就是两个东西都带磁性的嘛 就是把它靠近了就会彼此排斥 拉远一点又会把它吸回来啊 拉远一点吸回来 就是自然现象的自然界现象里面的那个C啊 A啊 B CAP 农业银行 CPA CBA 那个什么 ABC 华裔美国人 那这些就这三字母怪怪的 自然现象里面的这个两个词啊 两个磁体之间的啊 这个均衡点啊 然后斥力啊 斥力大于引力的那个部分啊 还有这么一个最后他那个开始引力会把它吸回来的那个点啊 这三个点他是可以先演绎的啊 就是说 然后 啊 这三个点自然像我们在这个 词的现象当中所保留的 Preserved的啊 保持的这三个点一直保持这三个点啊 当他们在其他的那个物体当中 Obligrated 这里用的这个词翻译着啥啊 啊 泯灭啊 尽管他在其他物体当中显现不出来 只在只在磁体当中才向我们保持啊 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啊 可以被啊先天的演绎出来的三个点啊 啊 三个点啊 这三个点就是CAB我刚刚讲的那个我们刚刚讲的三个点 他是附属于那个长度的现实的构造的啊 这个是一个真的宇宙发生学就是这样来的啊 你为什么啊 什么意思 然后磁现象本身呢 因此呢就是长度的一般构造 你要会你要构造长度 一维长度一定会有磁现象 就这么意思 空间要有一维性 一维空间模型要出现 就一同时他要有一个磁现象 因为磁现象代表了一种 本体论运动的可能性啊 本体论运动的可能性 其实这里还有断裂啊 谢灵自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清楚 什么一个断裂啊 你的那个CAB的那个模型 是这个事物的认识论化的那个潮汐关系 如果我们要说潮汐关系或者这种磁关系 而你在这里说的是 他在长度上的一个运动关系 运动关系 运动关系和认识论 就认识化 知识化 表象化的这个 你应该就是说 你就是应该就是说 更应该说成是这样 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他的那个 忽显忽隐 一个事物的忽显忽隐 会这样振动 然后稳固在一个半显的一种状态之上 或者稳固在一个稳固表象 就是说就是把这种磁性看成是对应了你这个本体论上的一个磁性 而不是把一个运 你当然可以说这个 这个 这个 在磁学现象 在磁现象里面的那个运动本身的忽显忽隐 就是看到一个运动在忽显忽隐 或者一个规则 一个 距离关系在忽显忽隐 反正what kind of thing 反正某种某种 某种 某种 确定的一个东西 不管他是一种数数学关系 或者个运动模式 或者反正一个确定东西在忽显忽隐 这可以说成是你那个本体论发生学机制里面的 那个CAB的三个点 那个运动里面的CAB 你不能直接的说词 你妈的巴斯的 就这个东西 他们相互之间 那就是他的这个 你不能直接 在中间有断裂 中间有断裂啊 然后我仅仅是给出 但是谢灵自己头脑好像不是非常清楚的 我仅仅给出了这么一个评论 就是说这么个演绎啊 也throw a light 照亮了 为我们照亮了啊 这个词的物理学 啊 那么他可能 从来没有从实验当中获得这种洞见 啊 就是你们以后研究磁现象的人 研究强弱力啊 相相相互作用的这些啊 粒子物理学家 要脑子好好想想 是不是跟空间的一维发生学关系有关系 你们赶紧去研究研究这个 比如说在一些 显理论或者说啊量子常论 或者就是用群论做空间模型的时候 做空间几何学模型的时候 你做一定义一维空间的时候 是不是要加一些辅担函数 让他这个词 找一找 他是不是可以用来一些定量关系 量纲的发生的一些关系 是不是可以用来解释 妈的吧 解释解释的词现象 解释强弱力关系 you know this kind of thing 自我而言 但这个东西实际上 并不具有特别严格的一个物理学参考意见啊 这只是一个 在谢林看来是 但是这里面是很锻炼的 其实 他这个东西体系做的没有Kager严密啊 那么也就是说啊 这么一个正极啊 他把这个C 开始把它叫正极了啊 point C above 就是那个点C 他is a seat of both force 是两种力的同样的一个座位啊 两种力的同样 就是设定性的那一极 其实他们现在把它叫正极了 他 他用这种词 就是刻意想要和那个 和那个词学里面的术语啊 打擦边球啊 想想也挺可悲的 实际上 哲学要打这种擦边球 你妈的吧 老说不是可悲吗 这不可悲吗 挺可悲的啊 然后他是两种力的 seat 座位啊 两种力都从那里发出来 for the magnet negative m appears 然后那么这个 负极 这个m又从哪来了 不管了啊 那个负的词极啊 负词极 m m的搜写 m的搜写 appear to us only at the opposite point b 他仅仅 显现给我们是在那个b点才显现出来的啊 那在b点这个是正极了 那么这个负极 在这个极限点b点这里才显现出来 is a necessary factor since negative force can only act at a distance 他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推论啊 必然的一个事实 因为这个 否定性的力啊 只有 就是在一个距离上才可以起作用 他实际上是在这里起作用 但是这个否定性的力 你看这个又像物字体的 又像什么物字体 就是否定性的力实际上是在c这里起作用啊 但是 他会让你觉得他是个distant 他在他在遥远的b点 而不是在a点啊 他在遥远的b点对他施加作用 把这个a给他推回去 你就会误以为是在b点把a给他推回去 啊 很有意思啊 他这里又隐约的又可以辩论的 又给你进一步啊 巩固了对于物字体 我也会投射出去 用用词现象又反过来 又证明了物字体的那个超越性 实际上是被啊 实际上是自身本身自己设立的 given this one provision 这个词附带条件啊 附带条件啊 附带条件 被提供出来的啊 就是假设这一个附带条件 那么这三个点在词 词性的这个线里面的这个三个点 就是必不可找的 它是必然的 必然会有三个点 那反过来说呢 这 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它的尺寸啊 在词 词现象或者在词底当中的一个尺寸 就证明了 那个否定性的力呢 is one that acts at a distance 是这么一种力 它是在一个距离之外 产生作用的 just as the whole coincide between our apple constructed line and that of the magnet proves the greatness of our entire the deduction 正如这整个一个巧合啊 整整个的一个这个两者的一个一致啊 就在我们鲜艳的构造的这条线上面和 和这个我们整 和这个词之间有一个这么一个雷同吧 有这么一个巧合 它们是一样的 它就证明了我们的整个演绎是正确的 你看我这个模型就正确了 因为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我有词啊 然后那个磁通线它是 它是 负极是来自于无限的 是吧 来自于无限的 是被看成来自于无限的啊 这个画反了 它如果有个正极 那么负极是来自于无限远的 无限远的b的 这个b是被看成无限远的 无限远的 无限远的 如果我们把它画成 它可能就 是这样一个关系啊 这样一个关系 但是电子流实际上是 电子流向是负极跑到正极吧 啊 负极是电子正正 负极是得电 负负极是电子多呀 对不对正正极 那个时候人可能还没有弄清楚 他以为正极是得电子 正极是试电子啊 正极是试电子 正极是试电子 然后这会有磁场 这样会有磁场 啊 那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只觉得就是说 这是匮乏状态吗 所以只有只有正极 正极是啊 positive的啊 设定性的设定性的 是他真的把那个力量给他显现出来的 是由正极来显现出来的 啊 我觉得有点 不管了 反正这是他的模型了 他就是觉得啊 我们就演绎完毕了 这是对的啊 太对了 那么在这条线里面 这这构造的出来 这条线里面 这个点B呢 是这条线的一个极限啊 是这条线本身的极限 而点A呢 是这两种力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边界啊 共同的一个界限 A呢 A这个界限呢 是 is possible 不是这个A是A吧 这个是不是那个鞋铁啊 a limit 一个界限是 它本身是 被设定的是通过什么 通过那个否定性的力来设立的 否定性的力来设立的 就是说这里会 这个正极这个正极就C了 然后它会有啊 这些力啊 然后会 会有这么一圈吗 会有这么一圈 这个这一圈就是这个界限 A limit 在这个A上面 它这个吸引力 又会有个B了 但这个B应该是无限远的了 你就好像是好像是B 对这个A施加的一个力 让这个物体在 让这个物体来到B的时候 就会被推回到A 或者再往这里跑一下 要震荡回A啊 A是一个它就是物体在这里静止的 这个一个静止的轨道 在这里是个静止的 你离开 就越往外面跑 它这个吸引力就会越大 你把你推回来 but now if at ground of limitation 啊 所以这个界限是 是被它设定的 如果没有没有 没有这个吸力的话 没有没有这个收缩的这个力 没有引力的话 就就跑出去了 就被投射出去了 就被投射出去了 回去了 那么 现在呢 如果 正如作为这个限定的一个基础 这个否定性的力呢 它是 它是 它是limitation的基础啊 它本身是被限定的 它这个否定性的力 现在它自己就被设限了 那这个是不可想象的 想象的 不太可想象的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 limit negative force negative activity 它什么 它是纯粹直观 pue intuition 纯粹的回反性的力量 self reverting ability activity 回反性的那种力量 它现在它竟然它自己被限定了 there arise limitation of limitation 它又出现了一个对于限定的限定 a limitation of limitation and this for at point a 它就是出现了一个 限制的限制 就是b 是一个极限 b 是这个 这条线的一个极限 而这个a这个点是 限制的限制 就是说 你b a 这里是可以有限制的 b a 这边不是那个否定性的力 b 就对这个a 就对这个运动的东西加以限制吗 所以 那到了a这个时候就停止限制了 停止限制了 所以说到a这里就是这个 限制在这里就是 你跑到b 它会把它顶回去 那到顶到哪里 就是这个顶的力好像不在了吗 顶到a这里就不动了 所以它把这个a这个点叫做 限制的限制 这样懂了吗 你跑到这a这里 它是两个力就实现了一个均衡 所以看上去好像这个限制消失了 我或者说 这个限制本身抵达了一个极限 这我可以翻译成 极限的极限 就在这个a 在这个均衡点上面 这个很好理解啊 there arise a limitation of limitation and this fall at point a 就掉了这个a the common boundary of the two forces 它就是啊 这么一个两种力的极限 我在想如果谢灵这个体系 先讲b再讲a 它的体系就会精致很多 就不会有那么就不会有别人觉得他这个b 是这妈的凭空搞出来的啊 先讲b再讲a就会好得多 因为它这里其实才符合 因为就是你要知道b被看成是种反思性的看的这个 这个就是把一整个这个视率当成一个整权整合起来 反思性的来看反射性的看 就但是谢灵应当这样说 其实这背后为什么会会有这个点b的原因啊 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 是因为dialectical materialism 因为你要组织起一个反生自恃 一定会有持质 你不可能随时随地不加持质的 就是a和b之间的这一段 这些间隙代表的你的反思性的看是要有持质的 是要你要去整合起一个整体 因为反思性的看这种纯粹直观 纯粹的自我自身直观 他怎么样呢 他要把它看他要看出同一性 追求同一性啊 看出同一性 要组织起一个同一性 组织起一个单元性 组织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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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性 就是你就是相当于一个人 他就在生活 他要整个的反思他的人生 他要做准备的实际上 是要酝酿的 从中间你不能随时随地一整个的把握整个事 事态不行的 那么这种要把这个吃欲整全的给出的 这要时间 所以a和b之间肯定会有 会有间隙 会有距离啊 那这样就 也就是说你的先认观念论 是不能够证明这个b点的存在的 但是 呃变证为物主义是可以的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是可以给出的 可以给出就是这个 理智观不是白嫖的 他是有成本的 就这么简单 他有成本有代价的 但是谢灵不可能从b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啊 因为如果从b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 他就变成一个有限主义的一个模型了 喂啊 我一直在录进去啊 录进去啊 好 那么如果这个a呢 他是偶然的啊 由于啊 相对于这两种例 他是偶然的啊 我们可以也去思考这个线 cab啊 他是会分成两条线 ca和ab 他是啊 彼此分离的啊 被这个界线所隔开的 那么这个阶段啊 在这个阶段 which presents 还有几页啊 还有两页 好吧 我们把它看完 我要快一点了 他成 他把这个两个对立的例啊 呈现为绝对的外部于彼此的啊 在这个阶段 并且啊 他是被这个界线所分割开来的 他就是 is the second in the construction matter 他说好像 ca是往外跑 ab是往外两两个回去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这两个例就仿佛是彼此分离的 彼此外在的例了 这个时候你就 就是自身就就觉得 哎这个时候就是 a是中 a是中点 c不是中心点啊 a他妈是中心点啊 你在听吗 这个时候就他就觉得这个两个也是 啊 b对 啊就是 c对 他就忘掉了啊 他就忘掉了 他就忘掉b是个极限啊 b是一个极限 规定性极限 a是极限的极限 他就忘掉这个 你b对a施加力实际上来自于 来自于c本身 实际上来自于c来吸他 要把他吸回来 要把这个发出去的力给他吸回来 相当于雍正把年根要拍出去 然后他立刻拍了一个信使啊 跑的比年根要快 年根要跑到一半 然后这个信使到了 说你赶紧回去啊 年根要废话 我一定要再跑 再跑 就是年根要不不服吗 他要再跑一会儿 那个这个跑到这里的那个信使 手上抽出上方宝杰再不回去 头砍了 年根要回去了 这不意思 什么 这个实际上都来自于c 但是这个时候由于ca和cb这两个东西的 他的现在就是成为两个两个线段了 所以看上去就好像他是ca这个力和cb这个力 在对立啊 在对立就好像是这两个东西就变成两个彼此外在的东西了 就遗忘了自身就遗忘了这两个东西 实际上那么都来自于c啊 又是那个物质体那个腔掉了 我不管啊 所以这就是物质的构造的第二个阶段 and the same as that represents in nature by electricity 那么在自然当中啊 他就被表现为什么 这这就等同于在自然当中被表现为电的一个环节啊 电的一个环节 这就是电啊 Electricity 啊 因为如果ABC代表一个词 它的正极是A 它的负极就是B 就是C 然后它的那个终点就是B的话 啊 啊 the schema of electricity at once rises for me by man representing this one body as separated into a,b and b,c啊 就是说如果ABC代表一个词体啊 ABC代表一个词体 我们就要重新换模型了 ABC代表一个词体 啊 A是它的正极啊 C是它的负极啊 正负 然后B是它的一个中心点啊 啊中和点 然后the schema of electricity at once 那么这么一个电 电的电信呢 它的这个一个 这么一个这个翻译成结构吧 或者说schema 它的一个范式或者whatever 它的一个这个翻译成什么比较好呢 schema 图示啊 图示啊 图示好吧 它这个图示 就会立刻为我写出来 我就作为一个谢灵 我就看到了啊 by my representing this one body as separated 你就说你把它看成是分成两半的 就是这个意思 就会把它翻分成两半的 就是相当于 之前实际上这个是C 这个是A 这个是B嘛 这个代表词的关系 现在它把它字母换了啊 字母重新分配了啊 正极说成是A 啊 就电子出来的那个 实际上电子 正极是那么得电子啊 然后B啊 看成是啊 中间的C 看成是那个 这B本来应该是最外面的嘛 最外面的那个极限呀啊 啊 那个CA这个现象的极限啊 就规范性无法维持自身 一定要回来的 然后我们这个C呢 就是负极 那现在说啊 你不如果把AB 这两个切开来看啊 那就这不就是电的关系吗 电的关系有正负电 它的正极负极 是俨然分明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就是电 他就告诉你 SCHEMA OF ELECTRICITY ADVANCED FOR ME BY MY REPRESENTATING THIS ON THIS ONE BODY啊 这么同一个物体 它就被分成了AB和BC的两极 啊 啊 这这两部分呢 它每一个就代表了两种力的当中的一种啊 排它的代表两种力当中的一种 那对于这个宣言呢 宣称呢它的严格的证明如下啊 只要 so long as the two opposite forces are sort of as united in one and the same point nothing can result save the line above constructed 啊 如果这两个对立的力呢 一直被思考为它是啊 统一在一个点上的 同一个点上的那就没有东西可以产生 除了之前上面构造那个CAB的那条线可以被构造出来 因为这个正极的力的这个方 这个设定性的力的 这不要翻译成正极的 设定性的力的它的方向 is far determined by the 它是如此的被那个否定性的力所所规定啊 你要说有个正极 它实际上它的方向方向性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设定性的力它是无向的 它要有个方向性实际上来自于这个否定性的力量 否定性的力量从哪里来它才有那个方向 and it can perform go only perforce 就施加施加影响啊 perforce go perforce是什么词 强制执行啊好吧 然后它可以强制执行这个啊就是 that it can perform perforce 后面加加一个动词圆形吗 不管了吧 不管了吧 反正就是它能够往外面跑 只有对于那个点 只有那个就是界限降临界限 产生的那个点往那个点上跑 它只能往那个点上跑 你就说那个正向的那个力的方向性 是由设定性的力的方向性是由否定性的力给它规定出来的啊 给它筛选 显拔出来的 你看这个东西有个往外设定性的力 它在如果没有否定性的力的话 它不会回到自身的 那如果有某个否定性的力 这个否定性让它回到自身 它就会有一个边界一个轮廓出现 它就会有个边界一个轮廓出来 那么这个轮廓就使得这个出来的力 就有了所谓的外向性 就没有这个边界没有这个轮廓 它没有没有内外可言 大家可以明白吗 它只有要这么一个回回回回到自身的这个力 才有内外可言啊 是这么一个方向使得这么四面方往外去的 使得它成为一个方向 使得它是个方向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就就不是一个电的模型了 不是一个电的模型啊 不是个磁的模型啊 这是个电的模型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是下一步就是是电的模型啊 下一步就是电的模型啊 相反的情况将会发生 因此呢 只要这两个例被彼此分成 让这个C是啊 是一个两个例啊 又来了 它又换了 我恶心死了 我操 让这个例是 让这个C点是两个例 统一起来的那个点 如果我们啊 设定啊 这个点是静止的 then roundabout it is a countless set of points to which it could move 那么围绕它一圈啊 Roundabout it 是一个不可数的 一系列的点啊 它是它是 它可以移动到的一个一系的点啊 就是说 如果我们假设这个C点是一个 是个确定的点 那么围绕着它的 外面是不可数的无数点 这点它都可以移到移到这边去啊 就无数的可能的点都可以移上去 那如果 如果 it will keep off purely 就正如它可以完全是可以做纯粹的机械性运动 它可以纯粹做机械性运动啊 Keep off purely mechanical motion but now 但是呢 现在at this point there is a force which can move in all these directions at once 但是在这个点上呢 那有一个力它可以啊 就是 全向 它可以同时 往无数的方向去运动 往所有的方向 再一次性的往所有的方向 来运动这个力 namely the expensive force 那么这就是一个 扩张性的力 originally directionless 它是一开始它是无向的 没有方向可言呢 and thus capable of all directions 所以它可以往所有的方向去运动 this force will thus be able to pursue all these directions at once 这种力呢 就能够去 同时去 追追逐那所有的方向嘛 但是 在每一个单个的线上 that it describes will nevertheless be unalterably capable of following just this one direction 但是它 它在每一个单个的线上 它就没有办法 它所勾留出来描绘出来某个单个的方向 它永远 它却没有办法 will nevertheless be unalterably 它就是始终不变的 它是没有 that it will nevertheless be unalterably 不可变的能够 but in every single line that it describes will nevertheless be unalterably capable of 在中间都是不管的 就是说 in every single line it in every single line will 这里是他妈的就是 这个主语都 主语都意思了 主语the force吧好吧 the force 这个力啊 在每一条线上的 在每一个单个的线上的力 将 能够 following just one 我知道了 就是 但是每一条线上都只有一个力 虽然它 虽然它可以往所有的所有的方向去运 运动 但是每一条线上的那个力都只有一个方向 这么意思 只要so long as a negative force is not separated there from 只要这个否定性的这个 否定性的那个那个力啊 没有和这个外面这个设定性的力 区隔开来 啊 区隔开来 所以你拿出 我 我知道大致知道这么个意思吧 我 我知道这么个意思 他的全向性 他的全向性本身是无方向可言的 但是由于有一个否定性的力来 让他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 也就是说 你大致现在你应该明白是这么个意思啊 就是说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回到c点这个力 都没有c点可言 如果只有向外跑的那个力啊 我们可以画成这种箭头 为什么我们可以画这个箭头 因为我们一直有个c点 可以以它为起点来画这个箭头 所谓的他c点作为起点 就是说 我们可以回到c点 如果没有这种回来的这个力 那么 从这个c出发跑出去的东西 跑出去去 A B C D 跑出来的F DE 跑出来这一点 他不知道回到哪里去 也就是说 他不知道 他这个他力出来是出来的 那现在在 现在我暂时在A 我在B 我在D 但是他不知道C在哪里 C在哪里啊 他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些力是没办法获得方向的 那么他们要获得一个方向 只有他们有个C 这些力 跑出去的力才有方向可言 这样你明白了吗 这样你就明白什么叫做那个回来的力 让这些出去的力变得有方向了 那么所谓的让他有有方向 其实就是 所以这个所谓的回来的力 其实也不是什么力 他其实就是那个设定起点的回溯性设定起点 就是 其实就是理智直观那个行动就是让你回过来看到你是什么 他设定他之前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是回溯性设定的 他回到的那个起点 那个起点其实虚无 起点是个什么的 没有没有规定性的无 这个起点实际上是虚无 纯粹虚无 Pure negation 起点就是自身的那个整权整权的视域 整权的主体性的视域 那么规定它是什么都不是 它不是ABC 它不是具体的东西 它是一个存在论的一个漩涡 如果我们用齐斯克的话来说 它是Void 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么一个回来的力量能够让它有方向 因为我们的头脑当中会预设 C A跑出去 那我 那我就 它本来就有方向 不是的 它是无向 除非你有C 除非它要回到C 除非你看到C 看到A的同时就回想着C 除非你以CA的方式来把握A 懂了吗 除非你以CA它来自于A 所谓的来自不就代表一种回去的可能性 一种回去的一种Tendency 这种回去的Tendency 其实就让它有方向了 那么就是说你在 你以为你很聪明把握了 CA本来就是方向 谢灵是个傻逼 你在说这种话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个傻逼 因为你把C和A放到一起说了 因为你在设立一个A 所谓设立设立一个C 设立一个起点 所以把它当一个起点来把握 把C当成一个起点 把它把A 在和C的关系当中来把握A 这个事情就已经是在回反到C的 这已经是在回反了 所以你以为你这个小脑瓜在他妈把握的是 谢灵所说的CA 其实你没有把握到谢灵所说的 那个啊 那个东西 其实你还是笨蛋啊 然后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啊 Spring the form So long as negative force 如果这个否定性的力还没有从它分离出来的话 那个跑出去的那个力啊 那些力就每一个都会有只有一个方向 It will thus also operate in all directions Only in the pure dimension of Lens 啊 啊 它也会啊 以一种在一个纯粹的长度的一个维度之上啊 以在所有的方向上就会有这个 in all directions 来获得一个纯粹的一个 这里的it就是这个力的 这个力因此呢 它也会啊 施加在所有的方向 那个设定性的往外的力施加在所有的方向啊 但是仅仅是在一个纯粹的一个长度的一个维度上 只有一阶维度 只有一阶维度 那么 这里的这个方向 你所以 所以说这 这个时候的这个方向 不要把它理解成那个空间性里面的 在一个空间框架下的方向 这里的这个directions啊 这里的directions 可以理解成就是说 向所有味面都显现 所有视欲都显现 向所有视欲都显现的一个方向 都显现的那个全向性 这里的全向性可以看的是 它可以向所有视欲都显现为一为的啊 就是它可以向张三显现 可以向李四显现 它可以向天使的意识显现 也可以向魔鬼的意识显现 也可以向妖精的意识 也可以向人类的意识 像星云的意识显现 像像所有的 就作为自身的那些意识 意识就是那些subject 那些主体的意识显现 这里的全向性 并不是指的方向上的 并不是指的空间方向的全向性 它的全向性指的是 它一个 它的本体论上 现在甩出去的这些外部的现实 它具有认识论上的全 所有灵魂分类学的各种灵魂仔 所有理智分类学 所有智性啊 所有智性生命 它都能够体验到它 就这么意思 是这么个意思 啊 它成为一个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说 鲜艳主体坚信的一个实存 它把它投射为一个鲜艳主体坚信的一个实存 鲜艳主体坚信 这里的方向和一个已经布置好的一个空间架构没有关系 这里的方向是指的认识论发生学上所有可能的接受者 的一个方向 它们这些所有可能接受者它并不是排列在空间里面的 它现在是排列在一个灵魂分类学里面的 as soon as the two forces are completely 那么如果这两种力呢 它是完全的被分隔开来的 那么反 另外一种情况啊 不同的情况 the opposite of what happened will happen 哎呀这个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妈的他那个电的那种情况啊 for no sooner does point c shift then already no sooner does 就不会比它变得更快 就是它立刻就会变成这个点c呢 它会立刻变变变掉 in the direction c for example at the next position it occupies 它会立刻变化在下一个它所占据的下一个位置上 它会立刻变化 it is surrounded by innumerable points 它被无数的那个点啊 所包围to all of which it can move 它可以啊移动到任何一个点上 the expensive force no sooner does then already shift at 就是那个点会立刻变啊 就是还是前面那个点 还是前面那个被其他所有的点包围的那个点 它可以移动到其他所有点上那个点 然后它会不会比已经变得快的更变得更不快 no sooner than already 它已经在下一个阶段 已经它所占据的下一个位置 它变了 然后它变得不会比它已经变得更更慢 更不快 双重否定 no sooner than already 它变得很快 它不会比它已经变得更不快 它不会比它已经变得更不快 它已经变得更不快 quick list 这个什么英语不要我教你吧 it is surrounded 然后the expensive force 那么这个立刻就变了 变成什么样 这么一个扩张性的力量 它 now wholly given over to its tendency to spread in all direction 它完全就是投降了 given over to its tendency given over to its tendency 已经完全是屈服于它的那种潜力 要去向所有方向去传播 will therefore 将因此再一次throughout lines in all directions 会往所有方向去传播 传播它的力 c它就会往所有方向去传播 然后from every point along c a r 到 这个都会a a1 a2 其实都a a r 谢灵这个时候的人写的东西没有特别的严格性的 反正就往这个沿着c a的方向去传播 然后we're again through 我操 This will form angles 哎呀谢灵这个这个不是这样的 他妈的他是这样的啊 这个C然后跑出一个A 这个A是只有一个A啊 耽搁了A不管了 反正就是一个A有一个界线了 这个A不是不一定就是指一个点啊 A在这里就指的那个界线 那个边界啊有个界线 好了一个极限点啊 这个点不是空间隐喻 这里就不是空间隐喻 我们只能用空间化的方式来把握它 就是你甚至可以说A是一整圈的东西 反正就是个有限性 A代表它的一个有限性 代表那个有限性啊 代表它那个有限性稳固状态 稳固的有限状态 稳固的有限状态 这个点是个本 我们这里说的这个point 也是本体论意义上的point啊 我们说的点都是本体论 哲学意义上的一个点 不是不是他妈的 这规定在什么几为 N为空间 不是你妈的什么群论 集合论里面所讨论的点 不是那个 就是 谢灵是很惯于 就是那个时候的哲学家 他没有那些几何学预设的 他没有那些垃圾 硬式教育体系 可以灌输到头脚里面的那些物理学 数学预设的 它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思维 这个点就把它就是理解成一个 有限性的一个状态 有限性的稳固状态 有限性的稳固状态 它从所有方向去发出去 然后会回来 那么这个边界不是这个点吗 我们说这整个边界 这整个要回到这个C点的 它这个力受到牵引 它就说 那么这个所有这些东西就说的 这个有限性有限状态 这个就是A 或者说 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包裹出来的这么一个 类实体的一个存在 就是A 就是A This matter is A 这么外面一层膜 整个膜叫做A 或者整个这么一个 它的实存的这么一个固定状态 有限状态叫做A 然后谢灵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 will therefore again 这个点 它会在上面每一个点上面 都会 都会 无限的去 你就是说它这个 每一个点都会 又有一些无限的一些力量 向外面去延伸 如果没有 如果 就是说 就是 这个C和A上面 每任何一个点都有可能成为一个C 每一个点又是一个C 然后又是有个拳向的一个往外面去 往外面去那个的 然后又有一个拳向的往外面去 甩出 投出线的那个力量 了解吗 但是又会有一个 又会有一个收缩性的力量 那么这个东西就会产生角度 This will form angles With CA and such Dimensional of Lens will supplemented supplemented by that of breads 所以这个时候就获得了 获得了 宽度 有扩度 所以这个时候 再甩出了一个 A一撇 那这个不就有个角度了吗 角度的发生学就来自于此 然后它就有这个breads 它有只breads 就有个幅度 或者一个宽度 就有一个二维的了 就有一个breads 又有lens 又有长 又有宽 又有长 又有宽 它就是个二维的 就有宽度 然后 The same however also holds of all lens with point c still supposed stationary radiates in the other direction so that none of these lens will now continue to represent mere lens 所以同样的 however also holds of 同样一件事情 对于其他所有的线 它 它射出的其他的线 也都 release in other direction 如果比如说 往这个 往B射出来这个线 它也会有个角度 它也会有个角度 它往那个射出线 它也会有个角度 所以 这就表明了 就是说 从c这个点出发 往外面 投射的物质 投射的物质 它都可以有二维了 正b 不仅仅往a这个方向 射出的会有物质 往b这个方向射出的 会有c一撇 或者c下标b 这里中间有点c下标c whatever c下标d 这个是点d 它就会有物质了 它往外面 你相当于把这个c给它 它相当于 你在这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 这里其实有点 这里就是 我相当于 我可以说 就是 就是说 你大致你要明白 我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 what's this 就是说 你看这里有b点 这里有一点 对不对 有b点 有一点 它是都是同一种 收缩性的力量 对不对 同一种收缩性的力量 就是说 假如这种收缩性的力量 只告诉它的方向 就是说 在这里 谢灵其实很不精致 就是这个东西 可以这样解释 就是收缩的力量 就是ac的收缩力量 收缩力 ac只告知了方向 只告知方向 却没有告知它的尺度 跑到多少为度 它没有告诉那个度 所以 a往c收缩的时候 它不知道这个c 这个点在这里 它可能在同一个方向的这里 也可能在这里 可能在这里 所以就会发生一种误认 或者会以为这里 就已经是反思的原点了 或者以为这里 就是反思的原点了 这种情况 就是我前面举的例子 一个人什么 在酒店大床房 忽然午夜梦醒 发现自己全身都是口水 或者whatever 午夜梦醒了 他这个时候 要对于自己人生 做一个彻底的反思 那方向是对的 但是他不知道 反思到哪个点上 是c点 就是他做的反思 不彻底 这么一个意思 他可能是一个 拜金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这个 风俗中人吧 他反思不彻底 他以为是自己 不够漂亮 他只是反思到这里 或者他以为 自己不够善良 反思到这里 他以为自己 也不够 怎么怎么样 他反思到这里 也就是说 他会误以为 自己不够漂亮 这也是个反思点 然后你看又 这就有二维的了 就会又从这里 又出发 他又会投射到一整个 又以这个作为原点 投射一整个 外部世界 或者在行动可能性 生存的样态 在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就投射一整个了 那就有二维的 就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 是因为 谢灵的不够精致嘛 如果说我做这个体系 我就会做成 c到a这个点 然后回 回去的那个力量是 他以为是b施加的嘛 但是 由于他以为 这个回去的这个力量 是b施加的 所以他把这个c的点的位置 给忘掉了 他只知道这个ba这个力 只知道ba这个力 他说只能反向揣测 c在哪里 只是一个偶然的 以为c在这边 然后这个 他这个无限的往外面投了 那不就是这个维度的 一个角度出来了 一个二维出来了 这不就说通了吗 对吧 很简单 就二维化的机制 他在于就是纯粹反思的观看 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是纯粹反思 但是为什么他不能这样做这个体系 因为他如果这样做这个体系的话 其实代表了鲜艳观念论 鲜艳反思的无理性 不彻底性 那么这个话题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后面很多哲学家都要面临这个话题 鲜艳还原 或者鲜艳直觉 这种理智直观他的不彻底性 你不能直接看到最纯粹 你看谢灵自己这个体系里面 也很多东西不纯粹 我们学这个哲学的时候 我们要在他体系里面看到这种可能性 然后the same however the still suppose the stationary so that none of these lines will now continue to represent 所以每一条线里面 每一条线都不仅仅只代表 这个长度了 每一条线现在都代表二维的了 二维化的可能性 Now that this stage of construction will be represented in nature by electricity 所以呢 这么一个架构就会在自然当中啊 作为电的现象来呈现出来 这这个建构的阶段啊 就会表称为电 它很明显啊 为什么 因为有这么一个事实 它电呢不同于磁现象啊 后者呢 这个磁呢 这个东西 does not act in merely near 不是应该是前者 form a letter 这里的说这个letter的时候不是指的 你看好像看到这个evident是在前面 magnetism在后面 那为什么这个后者指的是他妈的这个 这个这个electricity啊 不是electricity在前面 magnetism在后面 为什么这个letter指的是这个electricity啊 why 为什么 这前后关系的问题啊 因为这个是文本顺序 如果是听语音顺序的话 这个离我近 这个离我远 懂吗 按照语音顺序 时间顺序 我是先听到magnetism 后听到的 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靠我最近 一靠我最远 他不是 七在我面前 一他妈在后面 所以这个叫the form of the letter 这样搞 我猜啊 我觉得我这样解释啊 我是这样猜啊 不管了 然后也有可能是这个 the letter指的是那个 不管了 反正我们现在有脑子的人都知道这个 the letter指的就是electricity the letter does not act in merely linear fashion 他这个电的现象呢 他不仅仅是在线性的那个方式啊 起作用的 thinking and guided by lens 他不仅仅是被这个 这个长度的这种空间规定性啊 所追求 并且被他引导的 but as to the pure lens of mechanism the dimension 而是他反而呢 为这个词的 他只有一个空间维度的 纯粹的那个 纯粹的那个长度上面 又加了一个宽度的这个维度 in that it spreads over the whole surface of body 所以呢 电穴现象呢 他就可以呢 他一个传播到一个物体的表面 整个表面 to which it is conveyed 他就能够做 他就不是 不是那个啊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导电 就是在电的表面啊 电的表面就有导电 物体表面就有导电性 就可以传导了 他可以在上面被传导 yet no more acts in depth than any magnetism 但是呢 他就是 电就急性嘛 所以说 他不会具有深度性啊 他就不会具有深度 他不会像这个 他也不会 他正 他和词一样 不会有更多的深度 他不会有什么深度 since as we know it's six million length and breadth 因为啊 正如我们所知 这个电的现象呢 他只追求 长度和宽度 只在表面传播 只在物体表面传播 他不会到里面去 但是这个东西实际上都是 不管了 不管了 as surely as the two now completely separated forces are 那很明显呢 就是说 现在这两个 现在 现在 现在完全分离的两个力 原来实际上是一个力啊 并且是来自于 原来是一个点啊 来自于同一个点的两个力啊 我们很明确知道 as surely as socially master their cleavage caution striving in both for return to unity 所以他们肯定会追求 再回到同意啊 现在分离的 绝对分离的嘛 是不是有电的现象出现了 所以他们先追求 绝对同心 master their cleavage 就正如我们确定 这两个力 原来是 是施加在同一个点上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沟壑啊 他们那种分离的情形 是吧 他们的那个cleavage 一直就是他那个 间隙分裂的那种情形 master一定会有一个 一定会有一个 striving 一定会有一个渴望啊 在两种力当中啊 在两种力当中都会有一种渴望 想要回反到 渴望什么 想要回反到一个 统一体里面去 but this can come about only by means of a third force 但是这个发生 只有通过第三个力才能发生 这个第三个力又是那个奇迹般的那个干涉性的那个力啊 这个第三个力呢 可以干涉到其中啊 在这两个对立的力当中干涉于其中 并且呢 在这个两个对立的力当中 in this in which this may interpenetrate 然后在这个第三个力里面 这两个电和磁的这两个力呢 就会交互 交互渗透啊 penetrate就是 就是给 插进去 交互穿插 可以发生 渗透啊 渗透啊 this mutual interpenetration 这么一个交互渗透 这两个力的交互渗透 通过第三个力的交互渗透 endose product 就是就产生了不可侵入性啊 它就产生了一个产物啊 具有不可侵入性 交互侵入性就产生了一个产物 是不可侵入性 并且通过啊 这个性质呢 它就为前面两个维度提供了第三个维度 就是厚度啊 sickness或者深度 就是前面两个维度就有第三个维度 就是深度了 就是厚度就深度了 就是空间就变成三维度了 whereby the construction of matter is first completed 那么这个物质的这个构造呢 就首次被完成了 就首次被完成了 那么in the first stage of construction 在这个构造的第一阶段呢 那个 前两个例前面两个例的尽管是 第一阶段里面尽管它是统一在啊 一个东西里面啊 一个主体里面的啊 还不是分离的 所以呢 in the above construct 在那个cab这条线里面啊 上面建构的cab这条线里面 ca是积极性的那个 啊 它只是ca只是积极性的力 而这个ab也只是否定性的力啊 就是在词现象里面 而在第二个阶段里面 they are actually divided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 它已经分裂成了不同的这个 它已经分裂成了就是 就第二第二个里面就是有电子了 就这么简单了 有电子了 第二个电的现象里面就是 有那个 有这个游离于其中的电子了 你看吗 这么一个在ab上面游离状态的 在ca之间啊 在ca之间 每一个点都可能是一个新的c点 每一个点可能新的c点啊 每一个点都可能是一个新的c点 都是一个新的词学关系的发起者 然后都会有一个多重的可能性啊 每个点都是一个新的一个c点 相当于就是说游离性了 就是动起来的词了 动起来词现象 这不是本来是正极吗 正极会被看成是 在那个时候正极被认为是电子的 能给出电子的 那实际上这个电子就动起来了 那就是电现象 电现象啊 并且每一个都会施加一个新的一个词词性啊 新加 添加个新 比如说c点这边会 它又有一个 又会 以这个ca之间的某一个点 作为出发点 又会有另外一个ca点出现 就是在这个 也就是说在 这个点上 在这个c一点这个点上 它既贯穿了ca的方向性 又贯穿了ca的方向性 这个每一个方向都代表一种显像的 单一显像的可能性啊 每一个方向代表单一显现的可能性 就是这个 这个所以它会是二维 就是物质呈现的 物质呈现的视域的那个规定性的 它的 你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代表二维 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东西就代表二维化 二维化 就是意味着物质啊 物质在显现起显现自身的时候 它的通道 它可以有两个通道了 有两个通道 同时有两个通道了 你知道吗 同时有两个通道 dimension可以翻译成通道 同时有两个通道了 ca是一个显现的通道 cp ap是一个显现的通道 然后每一点都会有一个 每一点都会有一个 它相当于你把握这个 说这个东西是二维的 不就是说它的信息显现 或者它的那个 它那个存在之力 现实化的力显现 可以有两个通道 同时并行的显现 它可以这样显现 可以这样 它就 这样就 也就是说它的空间化的模式就可以 所谓的空间化 就是原初空间化 不就是外在化吗 外显吗 外显 就是它作为一个 不在精神内部 在精神外部显现的一个东西 现在这个外显可以有二重通道了 不就是有两维了吗 你说这个东西在空间里面 无非说这个东西不在心灵里面 在你妈子在外部 往外面显现 它往外面显现 如果它只有一个维度的话 那只有一维啊 你在那个空间性视域 只有一维 它不能够维持两个通道 它现在可以同时维持两个通道了 那就是有二维空间性的 我们把握空间性是把握到 在它的现象化方式 或者在它的认知识 显像学的方式上 把握空间性的 说有一个空间维度 无非是说 事物的显现只有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不是在空间下的方向 这个方向是指的 只有一个自身和一个外在 一个单调的自身和一个单线度的一个外在 是这么一个方向 而不是说只有一个 一个 你懂吗 就是你 你要把握所谓的一维空间性 你要把握一维空间性 实际上就是要把握这个 这个自身和它分离出来的那个东西 那个实体 之前只有一个单调的出离和回反 只有一个单调的出离和回反 它并没有办法去设立另外一个 和这么一个运动 同在的另一个 其他一个运动 它的意识只能纠结在这一个规定性上 你大家就明白了 它的意识只能纠结在这一个规定性上 那甚至说这个时候 如果纯粹回到自身 它是没有维度的 它可以有一个 这个规定性越来越强 越来越弱 它是纯一维的 就是你上来把一个人眼睛跟他蒙住 然后听声音 只能妈只能听一个声音 他只能体验一个声音 不要用视觉化的隐喻 用视觉化的隐喻 想要去把握一维空间性 你是把握不了的 用听觉来把握 大致可以 就是像一个人跟你捆在一个椅子上 然后忘掉自己是有身体的 忘掉自己是有视觉能力的 然后你来听 放一个声音给你听 那你就是 你的意识就为这个声音完全充斥着 完全被这个声音给充斥着 好 把这个声音怎么样 开小开大 所谓 其实开小开大不是的 是你 你让这个声音的那个外在性的 就是不是开小开大 你相当于是给你捆在那边 就听一个声音 听一个声音 然后你 你会有两种意向性 一个是觉得这个声音是你的脑子里面脑 脑 脑补的声音 一方面觉得它是脑补声音 一方面觉得它真的是个外在的声音 就会有这两种意识状态 你懂吗 就会听这个声音 你听音乐的时候 你自己脑子里面也可以想要听个歌 然后你就会去幻想那个歌 那个歌是虚的 在你脑子里面自己在播的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就是比较内在的声音 然后它真的是你妈的听到的 是个外在的声音 那就是个外在声音 那么在这两种动态中一个切换 就是什么 它变成一个极为脑补的一个声音的时候 就相当于那个声音 声音很弱 但是这只是个比喻 就是那个声音你听着觉得不是 你听到的 是你脑子里自己演奏给自己听的 那这个时候就是它抵达的那个最远的那个弊点 抵达的那个最远的弊点 你觉得这个声音是外在的很清晰的 那是抵达的那个A点 抵达的那个A点 这是很具有外在性 你什么都没听到 什么都没听到 听不到 什么都没听到 那就是抵达的这个C点 你音乐觉得有个声音 音乐觉得声音 就是又怀疑我是不是在脑补这个声音 那实际上是在B点 懂了吗 就是说这么一个向度 这么一个维度是一个 事物显现的一个方向 事物外在性的显现和内在性的显现贯通这个方向 但是它一开始只有一围的 因为一开始只有一围的 你知道吗 一开始只有一围的 那么怎么来让它变得有有二围的 你就说相当于说 你要维持着两个向度 维持着两个事物的显现通道 一并行的 它这本来可能会发生的 就是说你可以 所以你要把你这个听到这个声音当中的某一点作为一个起点 作为一个起点 把它作为你现在的自身状态 把它现在 我现在就是这么个声音 你比如说一直听着咪 一直听着咪 那你 那你 你就要把这个咪当成是你本身 然后再从这个咪 同时又听到一个说 咪 然后听到一个说 咪和说就被你同时听到了 因为你把咪看成是你自己 你既不把它看成是你听到的东西 也不是把它看成是你幻觉到的东西 你把这个咪作为一个起点 你以咪的样态存在着 就听到其他的东西 让其他的东西可以有 有刚刚那个认识论发声机制 又出现 那这个声音就变得丰富了 就变成有二维性了 就声音是二维性的 实际上 声音是有这种并列可能性的 明白了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可以说 你这个认识论通道 就是有两维化的认识论通道 那么这就证明了 为什么事物的空间性的显像 是可以有二维的 那么再进一步 这两个 这两个矛盾要调和 一定要有第三种矛盾调和 第三种矛盾调和的时候 那么就会给他提供第三种 就是纵深深度 第三种 这是只是带来的宽度 那他还要有一个深度 还有一个深度 来调和他们 他谢灵在这里还没有讲清楚 他怎么个调和法 对不对 怎么个调和法 那么这个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到一块去 结合到一起去 他就具有了 具有了三维 具有了三维 这个结合到一起去 也是可以好理解的 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 已经在他的模型上 就已经可以理解 这是 这是一维性 然后然后任何一个C点 现在也都可以发起了 这是二维性 对不对 C点 然后这个什么 是什么 C一撇 中间任何一个C一撇点 又可以发起了 这是二维性 那说 我记得 他这也没有解释 我记得我当时在我做视频的时候 我是把它解释掉的 我是把它解释掉了 又隐约会有个B一撇点 然后这个手机就有二维性 而且普遍的这一条上面全都可以有这么二维性 然后有三维性的话是指的是把这两个东西给它统一起来 把这里这两个分离了 现在要把它统一起来 我们看吧 我们看完了就是不管了 那么C is positive force only and AB only negative 那么在第二阶段 they are actually divided among different subjects 他们事实上是不是分成了不同的这个 就是承受那个力的那个东西 承受点的了 in the third 在第三阶段 both are so far united into a common product 他们就是 在第三个阶段 两个就统一成了一个 统一进了一个共同的产物当中 that there is no point in the entire product 在整个产物当中 就没有点了 就没有点 at which both forces will not be simultaneously present 在其中 there is no point in the entire product at which both sides 没有一个点 他们不是既是同时存在的 就是双重否定 will not be 这边是not 所以前面加个no 双重否定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产物当中 每一个点上两种力量都会是同时都会在的 in such ways that now the whole product is neutral 所以这整个产物就是中性的 就是这整个产物就是中性的 啊 这样我大致就明白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就是说 这样每个点上 甚至说连这个A点 连这个B点上都有这个力的 都是回 都有回归性的那个力的 不是都有发出那个力 就是 C可以是 这个是两个维度吗 现在它可以回来了 啊 明白吗 B可以这样了 B可以这样了 他的 他把他这个纵身 让这个方向性可以回反了 回来了 所以说 他这样就使得就是 你 就是有另外一个位面的 一个镜像位面 甚至你可以说 you can 就是 C A B 这是一围的 然后 比如说我在A点上嘛 A点上就可以有另外一个啊 这是二围的 二围的 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这个模型 可以有另外一层了 可以有另外一层了 你明白吗 就可以 这个就有三维了 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有三维 那么这个另外一层是什么呢 另外一层就是在下面这一层里面 B点是个C点 B点又可以往无限个方向 就是B点不是一个否定性的一个点 不是一个负极点 B点 相当于是 第三个维度是一个 就是 第三个维度 其实第三个维度是个蛮单薄的维度 我实事求是要来讲 第三个维度是个蛮单薄的维度 就是在这么一个 这个上面 这个C点永远是正的 这个是发起点永远是正的嘛 这个点永远是正的 永远是正的 那么 第三个维度就是这个正的点可以是负的 这个也可以是负的 B点也可以是另外下面一层的C点 这么个意思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第三个维度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第三个维度我们就可以把它说成就是说 你比如说C到A到B 它是正的 它是负的 它是这个 它是正的 它是中性的 它是负的 对不对 那每一个点上 这个可以说相对于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中性的 这个是负的 它就会有一个梯度嘛 我们就可以把它画成一个梯度 大致可以把它画成一个 一个就是 大致可以把它画成 就是如果把它二维画的话 它相当于一个标量 相当于一个不是标量场 它相当于一个场了 就是说 就是这边是最正的 这边是最正的 然后这边是不太正的 这边是越来越负的 越来负的 这边是正负差不多的 就是相当于是你把它画成 就是二维的话 就可以把它画成这么一个 这边是最黑的 这边最黑的 这边淡一点 这边淡一点 这边就是完全是空白的 然后到了三维层面的话 就是变成 就是你要考虑 就是二维到三维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说正负性可以 可以具有多重可能性了 就是正负性具有多重可能性 最最左边正的 这边是负的 这边是中的 如果我们把它再弄多一点 就是说 如果这个中的这里面 这边是 这边是正的 这边是负的 这边是负的 又是不是 如果这样搞的话 如果是这样搞 我们就是这样 那么它就会形成 我把它变成这么一个 举这样 正 然后中性 这个负的 然后这个是 它这边是负的 这边是 whatever 反正 然后就是 就这格子可以变了 这个壳子可以变了 它的维度多起来 就是说 这个可以也是负的 这个可以也是正的 这个可以也是 这是中的 然后呢 又可以有另外一种写法 这样就会有一个纵深了 这样就会有个纵深了 这这么简单 就是 就是 你原来的那个负级 现在也可以是作为发起点了 也就是说 它可以有另外一个版本了 就同样是这些点 但是他们的正负关系 是可以不一样的 那就可以 其实就可以有 无数种正负关系 无数种不同的正负关系 你这个可以 这个时候看成是 它导向这边的 无数种正负关系 因为 每一个点都可以 被看那个发起点 它也可以往这跑 它也可以往这跑 它可以往这跑 而不是严格的 有一个贯穿的正负关系的 如果 如果它停留在那个 如果它停留在那个 电或者磁现象里面 一个物体 电磁体嘛 它 反正这个物体 总归它有它的电 有它的一个 这么一个 像性了 有它的一个像性了 那么现在就是说 它变成一个中性的一种存在 就是说 它这个像性被取消掉了 那么像性被取消掉的原因 并不是说像性真的没了 而是说 它有多重的像性 被彼此调和掉了 它可以是这种像性 可以这种像性 可以这种像性 这样就会有第三个维度 它调和第三个维度 就这么来的 第三个维度就这么来的 就是说 不仅仅是 CAB里面的A点 可以是个新的C点 甚至B点 也可以是个新的C点 甚至可以反过来 让C点可以是一个B点 这样的所有的可能性 它虽然每一层可能性 都是一个有像性的 有激化的 有像性的 但是它这样交叠着 共存着 它就让整个物体变成中性了 这样就有第三个维度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握第三个维度了 所以第三个维度 实际上只是 所以这里谢灵做的这个模型 也是非常符合现象学的 因为第三个维度 实际上只是第二个维度的 测显的可能性 第二个维度的 它的三维 只是二维的 它的变化的可能性 因为现象学上 我们人类看到的这个视域 永远只是二维的 然后我们把它设立成一个 有纵身性 这个纵身性只代表 只是代表它有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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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不一样的可能性 这个纵身就是 这个点和这个点不一样 不一样 我纯粹设立可能性而已 这可能性来自于 每一个 每一个外在点 又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内在点 就是这种 这种关系 什么叫每一个外在点 可以被看成一个内在点 你这个点 现在说它是外在 如果我的 我把主体性适于设 设置在这边 那它就变成一个内在点 在我后面身后的一个点 就是纵身化的可能性 这个东西是不错的 因为 胡塞尔讨论 这个测显性 基本上也是个模型 不差太多的 不差太多的 二维 二维空间 异象性到三维空间 异象性 其实和这个分析 不差太多 没有太大差别 然后三维空间 异象性一定同时会 导致设立一种自然状态 就是导致设立一种 中性的自然状态 去中心化 把自己这个身体 当成是空间里面的一个东西 去中心化 因为不去极化的话 是不能有三维空间 异象性的 不进行去极化 不进行把所有东西都看成 甚至把那个外部东西 那个B那个点 外在的那个规定性的设立源 就是外在超越性的 那个规定性的设立的 那个源泉 也看成是可能的 一个中心化的一个试点 是就是那个C 发起点的话 是不能够设立起 三维异象性的 不能够设立三维空间 异象性的 所以这里 这里其实发生 这个远比 那个 一维到二维复杂的多 一维到二维 只是认识论显象的通道 多了一 这里发生的 其实是复杂的多 那么 这个构造的第三个阶段 是 invinced in nature 是在自然当中 通过化学过程来证明的 电中性的嘛 在自然当中 是通过化学过程来证明的 for that the two bodies in a chemical process present only the original position of the two forces is evident from the fact the say mutually in 就是在化学过程当中 两个代表极性的 这个字 阳极 阴极 反正两个化合物 两个 互相反应 最后变成电中性的 对不对 两个物体 化学过程中 两个物体 它在原 它代表了 情境代表是两个粒的 原出对粒的 它现在是很明显 evident from the fact 从这个事实当中 就是很明显 就是说 the say mutually 他们会互相渗透 彼此互相渗透 mutually interpenetrate 代表这两种粒 彼此互相渗透 which only forces can be sought to do 这种互相渗透 只有粒才能让 它们互相渗透 这就是说 你在化学反应当中 两个代表 两个方向的东西 才能够互相渗透 这代表一种粒 这代表一种 它就是自然粒当中 自然现象当中的 这些粒就已经表明 这个世界有一个 发生学机制 有这么一个 动力学机制 这个动力学机制的 那个模式是和 意识的认识论 发生的那个模式 是一样的 在这看来 but that's two bodies 但是呢 那这两个东西 它会代表 这个原出对立啊 再一次是不可思的 除非 in each of them 在两个东西当中啊 每一个东西当中 one of the two forces secures absolute predominance 除非啊 在在每一个当中啊 两个例当中的 每某一个都会保证一个 都会啊 具有一个绝对的一个 主导性啊 Predominance secure absolute predominance 啊 tube 所以就说 tube bodies should present original opposition is again 你说 呃 两个物体代表 原出的对立 是再一次不可思考的 就是说 只有当下面这种情况 只有当两个例当中的 一个啊 他能够保卫一种绝对的 这个主导性 能够具有一种绝对的 主导性啊 在每一个物体当中 都会有两个例当中的 一个啊 具有一种绝对的主导性 他才变得可思的 才能思考这种情况 才能思考 他们的对立关系啊 了解吗 就是说他 他就是代表这种 对立关系 这两个物体代表 对立关系 要么才在电上面对立 要么在词上面对立 就是说这肯定是两个例当中 有一个啊 就 这里就代表 就是说 你说这两个东西对立 不可思考 什么叫对立 要除非他每 两个东西对立 除非说 他实际上是两个例在对立 实际上是两个例在对立啊 It is through the third force 只有通过第三种例呢 We are in the two opposites so inter 在这第三种例当中啊 两个对立的例呢 他就会 这样彼此渗透啊 that 使得 那整个产物 is at every point attractive 在每个点上都是相互吸引 又相互排斥啊 同时是吸引 在每个点上 他们的产物是每个点上 既吸引又排斥 就是那个 每一层 就是你在这一层 可能这里 加加加 减减减减减啊 加 下一层是 减减减减减减 加加加加 再下一层是 减加加加加加 每一层都是 这个点位上同时是可以有一个吸引的一个排斥 类的啊 that's the third dimension is first added to the other two 那么第一个 从这个第三维度就第一次加到了前面两个维度上面啊 前面两个维度上面 它就代表一种 不知道怎么说 各项异性还是吗 我不知道怎么说啊 我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东西 就是每一个点位上面都可以有这方向的多重性了 and in just the same fashion 以同样一种方式的chemical progress process 这么一个化学过程呢 它就是这么前面两个对立的啊 前面两个对立 就是说那个电和磁的这两个对立 它的一个完成啊 of whose one six lens only 一个只追求长度啊 另外一个啊 只追求长度和宽度 until finally the chemical process operates in all three dimensions at once 直到最终呢 这么一个化学过程呢 它在所有的三个方向啊 立即 in all three dimensions 立刻啊 一下子一 就是同时 at once 就是同时在三个方向都起作用了 we are in for that very reason 在其中呢 出于这么一个原因啊 就会有一个真正的inter penetration is also alone possible 才会有一个真正的 真正的一个相互渗透啊 发生相互渗透的发生 if the construction of matter runs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如果啊 物质的构造 它一定会通过这三个阶段 它可以啊 就可以啊 鲜艳的 鲜天的了 就可以就是先 就是把它作为前提了 没有比它更鲜的 作为一个大前提的 去预估啊 这个 这个我们所研究这三个阶段 也将会啊 在具体的个别的自然物体当中 也可以或多或少能够分辨的出来啊 识别出来 it is even possible to determine apply the position in the series at which any one of these stages must especially emerge or disappear 甚至有可能去先天的去确定啊 就是先于一切的去确定啊 在这个系列当中啊 的位置 在哪一位置啊 任何这些阶段啊 会会特别的会涌现出来 或消失掉 就是不仅仅可以说 我们在所有物体当中 都可以 识别这三个阶段 甚至说就是 啊就磁电化学这三阶段 我们甚至可以说 我们还可以预估到它 the position啊 先天的 先于一切了 这个东西就先于一切 没有比它更鲜的了 这个东西是 没有比它更鲜的 a priori 没有比它更鲜的 我们就可以预估到那么一个啊 它会在哪一个位置上 在这个系列当中 哪一个位置上啊 这整个 at which any must especially 它会这个三个阶段呢 哪一个会优先行出来 或者它会消失掉 举个例子啊 that's the first stage must be distinguishable only in the most rigid bodies啊 就是说 他可以说举个例子 在那些最硬的啊 最硬的啊 物体上面就是 哎 其实这里是不靠谱的了 就是巴拉巴 这什么 就是铁了 磁铁了啊 磁铁啊 它在最硬的物体上面啊 第一个阶段啊 才是可分辨的 最严格的物体上面 最硬的物体上 它是可分辨的第一个阶段啊 因为在其中呢 it is utterly unrecognizable 啊 在在这个液体当中找不到它了 因为液体是什么 为什么液体当中找不到磁性关系呢 因为它的方向性比较复杂 它运动的方向性复杂 这么个意思 它 它们没有线性排列 它们有那个 尤其把它做成长条形的 它就 长条形的那个东西 或者说它那个 就是你在液体里面 不太能看到磁性 不能看到磁性 因为液体它这个 这个粒子之间的 那个相互位置变动 它不是被束缚在一维关系上面的 不是没有被束缚在一维关系上面 它是三维的 所以它不会看到 看到它是液体往往是电中性的嘛 就是它们这个意思 which actually is an appropriate principle for the distinguishing of the natural body 那么 这个鲜艳 鲜艳演绎出来的 这个鲜于一切的 这个无条件的 可以翻译成无条件的 这些无条件的这种 这个分类学物质的三阶段说 它也可以先于一切的提供出一个原理 来区分自然物 就是我可以来区分自然物了 也就是说把它们区分成液体固体 and for establishing an order among them 并且在它其中设立一个界限 并且能够在其中设立起一个秩序出来 那么 in place 就是 in place of the more special expression of chemical process 然后说 whereby every process whatever is included so far as it transforms into a product we may seek a general expression instead 就是我们在这里 就是不去 不要去 in place of 就是代替它 就是不要去不要去做一个太过于那个特别的一个对于化学过程的表达 因为在这些特别的化学过程的表达当中呢 每一种化学过程啊 无论是怎么样的 它都被包含在其中 它是无所不包的这么一个啊 过于具体的化学过程表达 只要它是so far as it transformed into a product 只要它是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产物 变成一个中心的产物 它是ever progress whatever is included 不是不管 应该是每一个化学过程 不管它 也就是说 它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化学过程 不管它里面包含了 就是它原来 原来它用的东西是吗 它最后都会变成一个产物 它的意思就是 它认为化学过程最后都会产生一个稳固的一个东西 那个时候比较无知嘛 那么we may seek a general expression 所以它也就是说 我们要从这些具体的化学过程当中 寻找一个一般的一个表达 寻找一个一般表达 而不是对它进行一个太具体的一个表达 if so 如果这样的话 we shall have to take note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so far derived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去注意到 一开始就注意到 就依据 迄今为止 推演出来的这个原理 现实的产物的 它的条件是 本质性的 或者不可或缺的 是一个立的三重体 你看这里又开始给 给这个基督教辩护了 所有的一个现实物都是一个三元性 Trinity 都是一个三元性 三位一体 都是三种 磁电化学反应 你看 and hence 并且因此 that process must be thought 你看这里就是 又去讨人家自然科学家的欢心 讨一些贵妇的 那些普通小市民的欢心 又开始 把这种东西说的具有某种神圣性 神秘性 玄妙性 就谢灵这个嘴脸 实际上 在我看来不是天才 他是自我营销学天才 这个东西不是很聪明 it's not very clever it's not very smart 小聪明 and hence that process must be thought appily in nature 并且因此呢 这么一个过程 必须是 先于一切的 不加在条件的 无条件的 要在自然当中寻找的 in which this trinity of forces is recognizable above all others 这么一种三重性 立的三重性 是 先于其他一切的 又会被发现的 先于其他一切 立的三重性 就是先 above all others 就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的规定 对这个物的规定 那么 such a process 这么的一个过程 就是 galvanism 我操这个词 就是那个 哎呀 我要看看他翻译是什么 流电学 你知道吗 这个过程就是流电学 which is not a single process 这个东西就是把前面的三个东西都给他汇总在一块 啊 就是给他汇总的 就是所有东西既有电又有磁 好的他同时又具有那个化学性质 叫流电流电现象 任何东西都有流电现象 就是就是就是任何东西都能够被电和磁所激发所影响啊 就是原电池反应啊 实际上这词 流电流电性啊 which is not a single process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过程 but the general expression for all processes that transform into a product 而是它是个一般表达 就所有的化学过程 它会转化成一个一个这个物啊 它实际上都是啊 它是它的一般表达 就是galvanism就是那些化学反应当中 它那个电现象比较明显的化学反应 就是在化学反应当中 里面显现出明显的激化的啊 磁的激化电的激化的 放电现象啊 这种东西叫做流电现象 流电现象 就是它是一类特殊的化学反应嘛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啊 我就可以证明了啊 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个化学反应 实际上就是电磁反应 像是很聪明啊 实际上这个是谢灵的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洞见 1800年哦 1800年 那个时候现代现代物理学 现代化学都没有产生的 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洞见啊 它是从鲜艳观点论里面演绎出来的 就是你要说这是完全无用的吗 我觉得不太吧 不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吧 这肯定是有有指导性的意义的 它是一个一种揣测 那最后证明就是化学确实啊 就其作为化学 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电磁关系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电磁关系啊 但是是它是在一个能量量级里面的 一个能量量级里面的一个什么 质子中子和电子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它不涉及其他的一些现象 但是我们更推着广之的话 比如说那些放射性现象啊 什么这些东西 它实际上是核物理的一个层面的 它实际上还是一些电磁现象啊 就非常有意思啊 就非常有意思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整个物质的三阶段的一个演绎啊 然后后面还有个第一纪元的一个 几个general note 一般的一个评论啊 那个我们下次再讲啊 那么今天已经把这个物的三阶段啊 就谢灵怎么把它推演出来 它物的三阶段 同时对应的是空间的三阶段 同时对应的是空间三阶段 也有同时对应的是一个 就是 显像发生学 或者说知识体验啊 就是表象发生学的 表象发生学的 为什么这表象会以一个空间化的方式发生的 它这个模型实际上是非常精道的 非常精道的 这个C点 先是可以在CA的通镜上啊 先是CA 然后CAB 然后又在CA的那个任意点上 可以有C撇啊 然后这个从这个C撇出发开始 又有可以有A撇B撇 这样就有那个二维性 然后在这个可以分层 有好几层 又有纵深了 就是每一个B点又可以是一个C点 每一个A点可以是个C点 每一个 就是它这个里面正负关系 可以有多层的正负关系 就变成个三维关系 三维状态了 就三维就显现出来 那么发现三维这个维度 第三维的这个维度 其实和前面那个两个维度 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 那又是直接符合我们在信仰学上 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显向信仰学上 就是测显信仰学上 所把握到的 所谓第三维度实际上是一个 就通道实际上只有两个了 第三维的那个通道 是一个符号学拟制出来的 这个纵身是一个主体性的姿态的一个 不断切换 不断切换主体 就是 就是这里 我竟然可以把那个超越者设定为主体 就是鲜艳主体间性 这个鲜艳主体性不是那个以上鲜艳主体间性 这个就鲜艳他者性 鲜艳他 就是主体和他者之间那种交互设定能力 我可以把一个超越的那个点设定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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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点 这个模型就就使得就纵身化变成可能呢 非常有意思 非常 而且中间形成这么一个空间直观连续统 我们要要说的 这不是连续统 甚至都 他不是连续统 只是一个多重可能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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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合集 如果他是连续统也可以啊 因为他每个点上又可以有发生出来新的 就是我可以想象 比如说我可以想象这个东西 他在看他周围的时候是怎么个看法 那我可以把它把握成一个三维的东西 其实就是通过我可以想象这个东西看他周围的东西 或者我可以想象旁边那个东西看他是怎么样 因为我只能把握到他这个东西一个侧面 我不能看到他另外一个侧面 那为什么可以想象他有另外一个侧面 我会想象这边这个点他也是个主体 他也可以看他 我可以把一个外在点设立设立成个内在视线的发射者 所以我才能够建构一个三维直观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空间直观联系统 就是每一个点都会被看成一个事欲发生的一个起点 每一个这个点都会被设立成这样就有空间直观性了 这样就会有空间直观的那个纵身性 纵身性才被设立出来 那么这个其实这些思考啊 其实如果胡塞尔看过这个东西的话 应该会 应该是会他会拍拍手 挺好的 这个历史的回音啊 同样的问题一时又重新在信仰学里面又出现了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被解决掉了 只不过他没有被信仰学那么精确的语言 或者那么精确的术语体系给被把握出来 这个这个体系你看这个体系蛮粗糙的 你看什么ABC 都是里面都是四处有断裂的 我觉得里面有好多断裂啊 我将来的时候也必须给他重新命名啊 我得说这里是一个知识发生学点位 这里是一个什么什么的什么点位 我在重新命名他 但是他那个思想是一样的 思想那个装置那个那个那个机制 那个把握了领会的其实是同样的 几百年之后的 一百多年之后的信仰学家 把握到的是同样的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的一种直观 把握的同样的一个 那是不是可以说是一种鲜艳直观 把握到是一种鲜艳的知识 you understand 了解吗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的 very interesting very interesting 这个挺有味道的 但是说不是那么聪明的 实际上他没有 他这个时候还把这两个东西看着是 他妈并列的 或者说看着是 他没有讲出他们的那个 没有把它说清晰 那么这个工作得我们来吗 那比如说我今天讲了这么这么久 我就是把他这个 二维和三维的差别给他说清晰了 一维和二维的差别也给他说清晰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什么叫做 那个 那个点是施加在 一直是施加在C上面 为什么会有这个B出现 那个B B出现 莫名其妙 它是个机械匠神的 所以会有个B点出来的 那我反过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式 告诉你这个B点不是机械匠神的 这个B点不是机械匠神的 B点是 B点是就是它是单纯的方向性 他这个不知道C点在哪里 不是不是 B点是怎么来的 你回去看吧 你回去看 你去go back and watch 你回去看 那个B点是怎么来的 我不想再回忆了 I don't want you 我不想再耗费脑力了 那么今天他妈的这个 由于这个谢灵的这个 这个是他的细漏啊 你懂吗 这些部分是他的细漏 后面什么有机无机那些东西 其实没那么 没那么有有意思 这个matter这一部分 实际上是他的细肉部分 后面那东西是骚气蓬勃的 其实没有那么聪明的 这部分在我看来是 是谢灵的这个 现眼观念体系里面的 相对来说很有意思 可以说最有意思的一部分 这个章节 这个章节是最有意思的部分 可以和 和物理学 和数学 和这个 现样学联动 非常有意思 和后世的哲学 都可以联动起来的 然后 然后后面东西 我还是给你们讲完 我不会就是跳舞的 每一个会 我会给你讲完 然后黑格今天就来不及讲了 那就 那今天就不讲了 今天就不讲了 好 好 字幕 李宗盛